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观幻之家 长于书香门地 诗词音律无一不惊 却流落风尘 念作泥一样的卑微 她才情卓绝 是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 在遍地诗歌的唐代 赢得才女的称号 她情思婉转 做爱艺人物中深 单恋的爱情终成一生梦幻 最后 她脱下红裙 换道袍 把一颗炙热的心量到彻骨 独守孤灯 聊此残生 她经历过人生的繁华四季 看过了人来人往的车马喧嚣 大起大落之后 大彻大悟 其中有多少心最神迷 就有多少痛彻心扉 她就是与卓文君 花伟夫人 黄娥 并称树中四大才女的薛涛 薛涛生于繁华的长安城 父亲薛寻 任兵部主事 她是家中独女 父母的掌上明珠 父亲教她琴棋书画 聪颖过人的薛涛 总会给父亲带来惊喜 八岁那年 父亲看着院中的梧桐引导 停除一股铜 耸干入云中 薛涛随口说 知营南北鸟 夜送往来风 这首《井无尹》 越过千百年的光阴流传至今 接下来一系列的变故 打翻了薛涛幸福的小船 把她拖进了不幸的深渊 父亲被贬 居家迁移成都城 紧接着棉竹兵变 父亲母亲先后离开人世 十六岁的薛涛为了生存 他凭着融资纪利 通英率 供师傅入月籍 月籍是什么 那是一个极其卑贱的身份 是罪名 战俘的妻女 辱得贱民名册 类似奴隶 是声色愚人的一类人 一次欢宴上 中书令伟高命学涛作诗 他从容提笔 写下 朝朝夜夜阳台下 未雨未云楚国王 惆怅庙前多少柳 春来空斗画眉长 伟高这个智数二十一年 数出诗 繁迫土翻四十八万的杰出军事家 阅人无数 见过多少有才能的诗 一时间被薛涛折服 收养他到帅府 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每次帅府试验 薛涛在拱仇交错前 半醉半醒中 仇达聪明 鸣波远扬 与他唱和的人有 白居易 张吉 刘玉希 杜牧等等 人人都是史册上 意义生辉的人物 薛涛难免恃宠而交 中阴收受贿赂 惹怒为高 被发配到 人际荒芜 兵荒马乱的 松州边垂 薛涛此刻 才见识到死亡和困苦 经历过人生的艰难 他瞬间成熟 他写实离诗 哀求伟高的宽恕和救赎 他卑微地写自己 是拳 马 鹦鹉 鹰 他清醒地认识到 自己无非是被圈养的宠物而已 伟高见诗心软 召他回成都 不久薛涛脱离月籍 做了自由人 无论到什么样的境地 人都要保持成长 保持清醒和独立 独立成熟的人 才有选择的自由 静可以与你共化桑麻 退可以赌赏落花 不依附 永远是真正的大赢家 薛涛离开伟高那年 他只有二十岁 他在成都西郊的 幻花西畔 买下一座宅院 院子里种满了枇杷花 他喜欢穿红色的衣裙 在花丛中流连忘返 薛涛从此过着 十九花的潇洒生活 依旧跟文人默克 仇达不绝 此刻 他不再是谁家欢宴上 强言欢笑的人 他是一个为自己的快乐而活的自由人 后人称 南华经 向儒妇 班固文 薛涛奸 马迁使 佑军贴 少林师 达摩化 屈子黎骚 维谷金决意 如果从此下去 薛涛会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打破了这份宁静 809年3月 那是一个春天 监察室元枕 奉命来到成都视察 他拜访 久闻大名的薛涛 那年元枕31岁 男人最好的年纪 如日中天的视野 移行美丈夫的外貌 加上超人的残血 不俗的谈吐 特别是对薛涛的爱慕 让薛涛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怦然心动 元枕无期 薛涛未嫁 看起来所有的一切 都恰方其时 然而那一年 薛涛已经42岁了 比元枕整整大了11岁 以薛涛的个性 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姐弟恋 爱情往往让人变成傻子 财情卓绝的薛涛也不例外 他倾注全部感情 想以此托付终生 而元枕 只是把他当作 风月场中的一场游戏而已 人在爱的时候 轰轰烈烈 如热火烹油 鲜花灼锦般浓烈 很难保持清醒 看清对方的虚情假意 成熟的人 都会在感情中 留一半清醒 留一半醉 此时的薛涛还不明白 他只沉浸在 人生初见的美好中 薛涛第一次 与元枕写诗 赞笔墨指燕 题为四有炭 磨润色先生之父 润藏风都尉之头 引书眉而暗暗 入文母以修修 元枕是写下 千古绝唱的大才子 内心里认为 薛涛无非是 风月场上的轻浮之作 没想到一首四有炭 让他瞠目结舌 二人相遇 仿佛棋逢对手 诗文应答 毫不倡议 元枕沉醉期间 流连忘返 直到四个月之后 接到圣旨 不得不返京 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分别之后 薛涛在剪不断 厉害乱的情思中 等来了元枕的情信 他在美轮美奂的 乡间上写回信 那堪花满之 翻作两相思 玉柱垂朝静 春风知不知 元枕当然知道 薛涛的真情意 但他的感情 都是有筹码的 爱情是其次 递结婚姻 一定要对仕途有帮助 才是他的首选 离开薛涛后 一边给薛涛寄情诗 一边纳妾 安先贫 续取大家闺秀 赔书为妻 同时与歌界刘彩春 谈情说爱 薛涛一生一世 只为一个人 元枕心中装着无数人 何其多情而寡情 薛涛注定是一个寂寞独行者 他彻底看清 自己无非是元枕情史中 微不足道的一个 元枕怎么会把一个 年长他十一岁 且有月及污点的女子 放在心上 在错的感情中 要懂得止损 及时回头 事实放手 是对自己的负责 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在值得的人那里珍惜 在不值得的人那里学会成熟 才是真正懂生活的人 此后的薛涛 泪纵能干 终有计 语多难计 反无词 他搬离幻花溪 怎让他爱过的伤心地 在壁基坊 建起一座银尸楼 脱下他最爱的红色 换上灰色的道袍 以制作时间 撩度余生 所有的辛酸苦楚 也只有一个人慢慢消化 他收了一颗痴心 安心度日 正如纪献林八十树怀中的一段话 我走过阳观大道 也走过独木小桥 路旁有山山大泽 也有平坡夷人 有杏花春雨 也有塞北秋风 有山崇水赋 也有柳暗花明 有迷途知返 也有绝处逢生 试问绝处逢生的薛涛 真的放下了吗 俗语说 情深不寿 薛涛已六十四岁离世 可见他并没有背情所伤 如果说他忘了 也未必 因为他此生此世 只爱过一个人 怎么能说忘就忘了呢 忘了除非罪 一个人一旦爱了 也就泄不了目了 从别后一相逢 几回魂梦与君同 忘我心 为你心 使之相一身 只是他把那短短四个月的爱恋 换成了另外的形式 默默在心中纪念罢了 好女子都有自我修复力 爱而不得懂得放手 拿得起 放得下 才是成熟的洒脱 毕竟人生就那么短短几年 悲伤增一分 快乐就少一点 做一个为自己的快乐而活着的人 珍惜值得的人和事 过好每一寸光阴 方能收获最好的人生 如果正在迷途的你 也不要感到焦虑 你要明白 时间不仅是能治愈所有心酸的良药 也是人生的过滤镜 它会帮我们把错的人带走 也会给我们留下那个对的人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